你睡得好 你才能起来的时候感觉好 你起来的时候感觉好 你这一天才有精力和能量 去把你想做的事情做好 那你能做的事情做好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才会对自己感觉很好 然后你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When you're weary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 will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 Oh, when darkness comes And friends just can't be f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嗨,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到 哎呀,居然沟真的是也开始热了 我可能是比你们晚了一两个月 体会到这个夏天的热吧 刚刚下落一趟记得个东西 现在回来以后感觉整个人都好热 都想把裤子脱了录这一期视频 反正你们也看不到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睡觉之前总是觉得很 就是脑袋很忙 停不下来 就老是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没有做呀 明天做什么呀 明天做什么呀 就是那个像跑火车一样 就各种过去未来在你脑海里面不停翻转 整个人啊就是好像举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 这是一杯燕麦泡的水 你看我现在几乎没有怎么动它 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澄清的状态 就这大部分都是水 然后主要的内容物都沉积在这里 假设说在你睡觉的时候你是这种状态 其实你是非常容易睡得着的 就是你的思绪已经沉在这里 你整个人是非常清澈非常干净的 所以你睡觉的时候思绪动得很慢 身体很沉很累 你就很容易睡着 但是如果反过来 就是你的身体一点也不累 但是你的头脑却非常的杂乱繁忙 就好像 看着啊 你脑子就好像是这样一杯东西 其实你整个的这个生理的 心理的能量上的状态 其实是非常浑浊的时候 你很难睡着 就你太多太多的想法 都在这滚滚滚 你说 就是像水开的时候那个样子 你说谁能够正常的睡着 对吧 所以今天 我就从我的角度 跟大家去讲 我觉得 亲身实践下来非常有帮助的一点 就是想要睡着 那么去清理房间 去获得一个好的能量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一句话叫做 你的房间 就是你 就是你的延伸 我只要看一眼你的房间 可以看出来你的未来 你房间的不同的 就比如说 厨房 卫生间 书房 这不同的房间 分别反映着 你在不同的方面的运势 就往往来讲 看你的冰箱 干净 整洁 就预测着 你接下来的健康 你的身材 是走上坡路的 那如果你的冰箱里 有很多的剩菜 剩饭 还很脏 有一种留下来的油啊 菜汤啊 那么 很可能 你的身材 现在就是一个 走样 或者正在走样的 趋势当中 那如果说 你的窗户 是很脏的 那么就代表 你和外界的 和各种人的关系 其实在走下坡路 因为窗户 就好像是 你的眼睛 对你 这个人来讲 它是你 通向外面的一个渠道 当你对这个窗户的 干净程度 不太在意的时候 就好像你对外面的世界 失去了好奇 失去了信心 就把这个联系 自己切掉了 OK 我记得以前 在B站看过一个 抑郁症患者的房间 就可以说是 没有下脚的路 然后他呢 就请了一个 专门做保洁 扫除的公司 帮他去扫 这个团队派出了 可能好几个人 花了好几天 才把他整个房间 就是那种 几米高的垃圾 全屋都是的 把这个垃圾清理掉 地上都是一些菜汤子 霉菌啊 灰尘啊 然后再把这些擦了掉 整个房间的地板 都变成灰 黑 霉 菌 色 大家去想象一下 OK 当然我相信 他这个房间 一开始的样子 也是从 一点点 比如说 你今天没有倒垃圾 今天没有刷厕所 今天没有什么 然后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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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累成这个样子 所以谈到睡觉这个事情 你们有没有想过 什么情况下 你是睡得最安心 最 放心的 当我感觉到 我整个房间 是很有调理的 非常清爽 的时候 我可以睡得最好 就好像是 因为整个房间 它就是我能量的延伸 对吧 所以 我的房间 如果是乱的 如果是脏的 如果有很多的 未进事项 就这个 on done business 那么到晚上 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 就是我这个水还没有沉淀好 就这种好多 就好像你手机上开了很多APP 所以我会给自己这么样的一个仪式感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 这九个地方 那么我可以边说 然后你呢 就拿着手机去边做 这样的话 等这个视频结束的时候 你的房间 换人一心 你就可以 哎呀 真的非常非常清爽的去睡觉 OK 然后我们先来说 第一个地方吧 就是马桶 OK 那 啊 这里还要先插一句 就是我现在住在九寨沟 小明的这个员工宿舍 然后这个房间呢 它是 就是像 普通的一个 大床房的房间 它是 就是这里是洗手间 然后这里是一排书桌 这里是床 这是阳台 呃 也不能叫阳台 好 就是这么一个很小的房间 所以说 如果哪里没有清扫干净 它会直接影响我的睡眠 因为我就在 就在这儿睡 OK 所以如果你也住在一个这种类似布局的房间里 那么今天这个就会给你更 直接的 改善 好 我们现在说第一个就是马桶 这个马桶 它是你在房间里 你排泄的主要出口 你有大概多长时间 没有自己去打扫过马桶了 就是马桶这个东西 你想一下 如果要是没有它 比如说你现在突然尿急了 或者说你想要拉屎了 你怎么办 OK 然后当我想到马桶的时候 如果它是那种非常干净的 甚至里面白色的瓷的表面都可以是发光的 睡前 我就会刷几分钟 那这个过程就好像是跟我这一天的大脑里的心灵上的一些大便 把他们冲走 说拜拜 这个过程就是你在一点一点帮自己沉淀下来的过程 所以你看着一个会发光的闪亮亮的马桶那种感觉 然后你再用热水花洒 冲一下你做的那个大便的圈 还有这个马桶的盖 就会感觉 你一定要去做一下 光听我说是不管用的 然后我用的就是绿散的那个五节粉 它几乎可以概括 它加上小苏打加上柠檬酸 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家务情节 就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就感觉 就整个人不知道哪里就通了 就好像是被擦干净了 被疏通了的感觉 然后接着第二个 我们再来说一下洗手池 这个洗手池每天也是花一点点时间 我之前是喜欢在早上做 但是我后来发现 在晚上做有一种奇笑 因为这样子我上床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就是我房间里每一个角落 我都可以确定它们是非常干净的 就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你们去到一个 比如说垃圾堆里去睡觉 然后你肯定是要给自己找一块 相对干净的 不那么臭的 不留着那些浓水脏水的地方 就是好歹可以凑合一下 对吧 那你想象一下 你在垃圾堆里面睡觉的时候 那感觉肯定是非常的憋 就是憋得慌 非常的委屈 就是你要 哎呀就生怕呀 别一会睡的太 香 然后就身上蹭到一些脏东西 对吧 但如果给你一个 哎呀就像五星级酒店那种非常白的 然后柔软度适中的 哎呀非常蓬松的 什么枕头啊被子啊 然后气温也刚刚好 不冷不热的 你无论是那什么地方都是干净的 然后你一摸所有的平面 都是一点灰尘都没有 就特别特别 就那种可以搓出脆响的那种表面 那你睡觉的时候 你肯定就非常放松 你觉得我怎么伸胳膊 怎么身腿 都对吧 就这种感觉 所以尤其是在小房间 我觉得卫生就一定要搞得更好 要不然的话 它这个影响呢 会升级 就是属于是好的更好 差的更差 就是这个意思 OK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地露 就我今天讲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啊 都是我看一本书 叫做扫除力早起篇 这个书 跟他学到的 我个人觉得 这是我2023年看过的 最棒的一本 虽然你干的是假舞式 但是你却在清理 整个灵性能量方面的负能量 然后去迎接进来正能量的 这样一本超级好 超级容易上手 超级容易看到效果的数 所以真的真的就是 哎呀 这个睡觉 哎呀 就睡觉可以有很多的层面 就是你想要快速入睡 还想要深度睡眠质量好 这是一个结果 那你想要结这个果 你之前就要有很多的投入 对吧 那你可能是身体的投入 可能是心理上的投入 然后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是最容易去做的 任何人都可以做 就是去清理 去扫除你的房间 然后我们说到这个地露啊 这个地露一般是有好几层的 然后你就像我 我之前都不知道地露是个什么东西 我从来没有打扫过它 也就是在看了这个书之后 我才愿意去打扫它 所以一开始拿起来的时候 是有点黏黏的 因为就洗手间的什么头发呀 然后那些日化用品啊 都会让上面对吧 就是哎呀 非常的 但是 去把它清理掉 然后用热水 花伞 冲掉 所有的那些清洁用品 然后露出那个闪闪发光的 五金件本身的那种 把所有头发积累的那边呢 就给它拿去扔掉 哇那种感觉 就真的是 哎呀 真的就是太爽了 就是你白天可能 哎呀可能会被人骂呀 可能会被人攻击呀 可能你会遇到一些不爽的 不想不通的东西 然后你就去把这个地露 给它搞干净 然后你心里就是 就是那种感觉 就扫除 真的可以说 如果你不喜欢冥想 不喜欢瑜伽 那么你就去做扫除吧 就扫除可以说是 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冥想 而且它的效果 真的就是利益感见影 而且还 不怎么花时间 也不花钱 让我们再来说镜子 这个扫除力的作者 叫 闯田光阳 他说镜子呢 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外表 对于自己的个人认可的一个情侣表 所以如果镜子总是非常脏的 就代表我们根本看不清自己 那我们就更不要想能够发现自己的优点 我们也更不要想去能和别人建立多么好的人际关系 所以呢 把镜子擦干净 认真的看着镜子里面自己 说我很喜欢你 这个其实是 可以表现我们对自己的认可程度 对于生活的热爱程度 和今天讲的这些 你们猛一听 可能觉得有点像玄学 对吧 但你仔细去想 所谓的玄学 只是你还不知道的东西 你还不能够了解 但你听我讲一讲 你就会觉得 哦 原来是这样 一点都不喜欢我 我马上就可以去做 然后你生活马上就会有改善 然后我们再说第五个 就是垃圾桶 这个垃圾桶呢 就代表你这一天所产生的废物 对吗 然后你的大脑 它一天也在产生各种废物 你知道吗 睡眠当中你的大脑在干什么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在你熟睡的时候 把你这一天产生的废料 一些脏水 污水 组织 给它排除掉 给它 OK 那么同样的道理 如果说你在睡觉之前 可以把你房间里的垃圾都丢出去 那么就好像是你在给你自己一个暗示 就是说我今天已经过完了 我今天的垃圾我已经处理掉了 我现在睡觉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放空的放下了自己 然后我早上起来 在醒来的时候我又是一个全新的人 就你们有没有听过零极限这种教大家去清理的过程 其实就是你不断的去放下放下放下 对吧 然后就回到生活 回到你本来最全知 最完美的样子 那你在扫除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真正的去把这个垃圾袋扔出去 不光是厨房的垃圾 还有比如说客厅的垃圾啊 然后洗手间的垃圾啊 都把它们扔掉的那一刻 哎呀 你就看着这个空空的垃圾桶 一个新的垃圾袋 那种感觉 就是嗯 哎呀 我现在就就就 你再一点一点的放空你的脑袋 你的这杯水再变得一点一点的更加澄清 你看吗 现在又慢慢的开始分层了 因为你在做正确的事情 好 然后现在我们来讲第六个 就是工作台 如果说你是像我这样的一个 你是自己安排自己的工作 同时你还需要有很多的创意和灵感 那么你的工作台 其实是可以预测 你的未来事业和财运的地方 那我喜欢在晚上睡觉之前 把所有的东西都归零 就是键盘 电脑 支架 我的笔记本 该放在什么地方 就物归原位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也在放下很多东西 给我身体的暗示 就是说马上要到睡觉的时间了 同时会写下来 就是明天要做什么 因为晚上的时候 我的思绪其实还是挺活跃的 所以我会专门把它们写在一个笔记本上 或者是记在手机上一个滴答清单 但是我还是更推荐大家用纸和笔 手机实在是太容易让人分心了 你就记着记着 然后突然推送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突然又想看一下什么软件 然后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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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多小时就花了没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非常有规划的起来 你要起床的时候 也会变得更加的有动力 而且啊 再多加一个这个板子上没有的 你可以在睡觉之前准备一个 第二天早上起来喝的饮料 就我有一个这样的保温杯 这个保温杯它保温性超级好 是这个Tiger的 所以晚上然后我就会泡一个 比如说什么黄芪当归大枣煮的水 放这里放一夜 然后早上起来 它还是有点烫嘴的那个温度 大概也能到个55度这个样子 然后就刚好兑一点凉的就可以喝 其实这个也是 这个川田光阳非常推荐的一个做法 就这样你就会非常有动力起床 推荐大家如果你是女孩 然后你比较容易寒凉 比如说什么公寒啊 小肚子坠胀疼痛啊 手脚冰凉啊 这里经常长痘啊 面色不是很好 那么你就可以去喝一个叫姜枣茶 就是姜 生姜加上大枣 泡的茶 具体的做法 大家可以去关注陈允斌 他的公众号 到时候我就放在这边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 他有自己的一套顺时生活的智慧 按照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时节 跟着大自然的节奏 去调整身体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七个 就是地板 这个地板啊 我现在在这个房间 它是这种 应该是仿的贴片木地板 然后我非常喜欢它 干净的时候会有那种 从侧面看非常美的平滑的光泽 当它是这样的时候 我就可以非常放心的光着脚 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 或者是躺在地上做瑜伽 那只要我想到这个房间的地上 可能有灰尘 还有很多的毛线 我就不是很想铺瑜伽垫 因为我一躺下 我就觉得我只要这么一扭转 我身上都会粘这些脏东西 那个感觉就非常非常不好 我基本上 我之前是早上会扫 但是我发现 晚上去干这个事情 那么早上起来 它还是可以享受这个 延长的好处 就是一个清爽的睡眠 加上一个清爽的早晨 这个样子 然后就可以非常无缝的切换到 新的一天的工作的状态中 就不像我之前 我是早上去干这个事 但是我就觉得 就比如说我早上起来 我非常想干一个和工作相关的事情 但是我发现房间里还很脏 然后我就得又去扫地 又去拖地 然后弄完弄完 然后那个灵感可能就没了 然后就 就是有点难受 如果你每天都清理的话 其实每一个只要可能30秒的时间 就可以搞定了 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喷雾 就是当你把刚刚这些都清理完了之后 对吧 你整个房间肯定是非常干净的 这个是 对吧 但是除了干净以外呢 还想给自己留下一个愉悦的印象 怎么办呢 就可以自己去配置一个精油喷雾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自来水 然后加上 你们自己闻闻看 闻出来了吗 闻不到的话 要去买一个能闻着味的手机 还没闻出来吗 我都喷这么多了 这里面有 柠檬草 有柑橘 还有薰衣草 主要是柠檬草的味道 就是非常非常清新 那种让人可以 瞬间拉回来 回到当下的味道 然后我就会把它铺遍整个地板 因为九寨沟这里天气很干 所以它稍微一下就干了 但是整个屋子里会留下令人非常 开心的味道 就标志着 马上快要睡觉了 现在房间里都很干净 你可以 就是伸开手脚 放心的睡觉 然后最后一个 再来说一个 就是你的床头 OK 那因为我现在住这个房间比较小 所以我是没有床头柜的 只有小名有 但是呢 我也会在想起来的时候 去擦一擦 包括这个床头板 你想一下 这个是你离你睡觉的头 最近的地方 那如果你在一个布满灰尘的靠近的地方睡觉 你怎么可能呼吸的非常的通畅过一夜 就你想一下 你不会愿意套着一个臭袜子在头上睡觉 对吧 那么你的床头柜 如果上面都是一些毛线 一些灰尘 一些很久没有用的 基本上 我就记得 在我没有看扫除了 就之前还住在北京的时候 我们的床头柜可以说是 上面是有印记的 就是除了常用的 那个手机的形状 可能还有一瓶水的形状 然后除了这些东西 留下的形状之外 别的地方全是灰 大家get it一下 然后到了酒宅 给我看了这个是不是之后 我就会把这个床头柜 包括床头板上面都擦得很干净 然后靠近我的头的地方的地 也要脱干净 所以只要你睡觉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你们怎么感觉 但我就觉得非常的舒服 就是那种 哎呀 就觉得这一天的什么负担 什么那种 就是那种不安的 哎 就是这种小小的焦虑啊 就那种不 就那种都放下了 就整个人就觉得 舒服 就是那 你们一定要去试一下 睡前去干这些事情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 让你去长时间的冥想啊 去瑜伽 可能都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需要 你专门去建立这些习惯 才能完成 但是今天讲的这些 你基本上 你有手就能完成 去买一个五块钱一瓶的 绿散的五截粉啊 自己搞一搞 买一瓶柠檬蒜 就真的是 嗯 你睡得好 你才能 起来的时候 感觉好 你起来的时候 感觉好 你这一天 才有精力和能量 去把你想做的事情做好 那你能做的事情做好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才会对自己感觉很好 然后你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有的时候 大家会经常纠结于 哎呀 我怎么早起啊 哎呀 我怎么减肥啊 你们要知道 你们纠结的这些都是结果 但是我们真正要看的是 要产生这个结果 我们要 给它播种什么 就是 关注结果 就好像是 你想吃芒果 对吧 你就天天看着一棵死树 然后你说 你快点给我结芒果 快点给我结芒果 啊 那它一辈子也不可能 给你结出芒果 但是你如果你找到 一个芒果的小树苗 你天天给它浇水 你给它合适的光照 你给它施肥 你给它除虫 这个过程 它会自然的结出芒果 所以你去纠结 说我怎么早起 你不如去想一想 我怎么可以让自己早睡 那怎么早睡 啊 我去清理自己的能量场 那你是整个 把房间清理干净 把你明天要做的事情 清理干净 啊 你整个人就是那种 哎呀 哎呀 你们自己一定要去睡 就是那种 哎呀 哎呀 然后你们去试一试吧 试了你们在评论室里告诉我 OK 你们就会真的体验到 哎呀 每天睡觉之前 你都是这种 就整个人沉淀好了 哎呀 非常的放心 非常的舒服 然后睡觉的时候 非常的清爽 你没有任何一点 积在身上的不确定 没有一点不安 你把你自己 所有能照顾好的东西 把你所有能掌控的东西 你都掌控好了 啊 就是 那种清爽感 OK 就今天这些内容如此重要 所以说我在我的天使幼儿园 就是你们可以每周和我三次直播见面 可以和我直接说话 互动 这么样的一个社群里 我把它放在第一期的内容里 因为当时的我就是很久都没有 有那种晚上很清爽的睡着 然后早上起来 非常清爽的醒来 所以当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简直就是一个 属于是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吧 它真的就可以让我晚上 无负担的入睡 早上清爽 非常 OK 所以说 希望大家呢 从这一期的视频里 找到一些对你生活的启发 你家里脏 其实就代表脑子里面有一部分是脏的 你把家里的这部分给它清理掉 那么你脑子里面也会获得释放 也会得到宁静 这永远都是对应的 OK 所以说 如果你呢 也想要加入我们的天使幼儿园 你想一想 你就可以每周见到我三次 然后这三次呢 前两次是以直播的形式 就是我给大家 去分享一些 在书里面我认为 会对每一个人生活都帮助的东西 比如说 最近我们的专题是 人性的弱点 而且我还把批评 从我的系统中删除了 我把指责换成了欣赏和赞赏 我再也不会去说 我要什么了 而是我尽力的去看别人的视角 这件事情 再读一遍 再读一遍 这两点是 我们这本书前面 大家都一起看过的 借这个机会来复习一下 第一点就是 我把批评 从我的系统中删除了 我把指责换成了欣赏和赞赏 大家还记得 为什么不去批评别人吗 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是在 你就是在 看着啊 我这是一只手 对吧 这样子是一个 正常的状态 然后当你攻击别人 就好像你有五个剑出来 然后就甩到他身上 那你这么一甩 那人家肯定不可能 就这样好好的接着 对吧 他要么是用这种防御模式啊 挡住你的剑 要么就是他 讲的就是怎么样去 建立非常棒的人际关系 怎么样去获得影响力 不管你是想要成为一个很棒的员工 或者说你想成为一个非常棒的领导者 第三次每一周的直播呢 就会变成腾讯会议上面的一个见面的方式 这个时候你可以问我一些问题 你也可以分享你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你最近的感悟 和我们聊一聊你自己 然后这个项目呢 它是一整年 就是说你从 比如说今天报名 那么你这个会员会一直在365天之内都有效 所以随时可以加入 因为除了这种形式的视频以外 我也很希望能够和你们用更紧密的方式连接 小明他也马上要出门 你看他穿的帅不帅 等他走了 我们再冥想 因为他现在呢 是 I said where you are I know 因为他现在呢 是九寨沟 利斯卡尔顿 日赛古 银饰酒店的 餐饮部的副总监 所以说他每天呢 就要穿着这种自己定制的西服 因为他本来呢 就是 这里因为是藏族的区域嘛 所以就给他配的是 就是藏族风情的制服 然后 就是我不满足于 只能看到你的昵称 然后可能你有时候会留下一些评论 但是大部分你可能只是投币和点赞 就是我看不到你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我喜欢 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直接参与到一部分你的生活 让你感觉 我不是一个光是一个频道后面这么样一个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的人 而是一个 就是你可以跟我说话 你可以跟我互动 然后每天我们都一起早起 就是 然后除了我以外 你还会有自己的几十个同学 就这种感觉 大家get一下 就好像是你参加了一个线上的大家庭 叫天使幼儿园 OK 所以我就把这个二维码放到这边 大家在这里扫码 就可以随时报名加入了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睡个好觉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 请一定一定一定啊 要帮我投币 然后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一个既被投了币 又被点赞的视频 它是会 不断不断的推给更多的人看到 所以你这样做 其实就相当于是帮我再打免费的广告 让更多的人可以睡得好 就这样吧 拜拜